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scrap的这样一个工作流程 scrap的工作流程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试官 为了考验我们对scrap 到底掌握了熟不熟 他会问 我们在scrap里面 这个数据是如昏流动的 对不对 它到底是从哪个地方 到哪个地方 到哪个地方的 那前两天 大家在做这个模棱面试 对吧 那有老师问大家 将过的这样一个流程吗 没有对吧 这个时候虽然老师没有问 大家心里应该想一想 如果老师问了 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 会不会 那关于scrap的流程呢 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我们从 讲爬出第一天起 我们都在说这个流程 所以说到今天 已经是第八天了 这个流程大家应该都是会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蓝色这个框 1234部 非常清楚 最开始得有URL地址 然后呢 发动请求或许响应 然后提起数据 然后保存 对不对 然后对于呢 还有红色这个窗口 红色这个窗口是干什么呢 就是偶尔呢 我们还需要从这个响应中 提取URL地址 然后呢 重新对待发动请求 获取响应 对不对 那对应在我们的request里面 我们就需要从 响应中提取URL地址 那对于salim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点击一下 某个按钮 点击一下下页这个按钮 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这是我们之前的流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流程呢 稍微改了一下 改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是之前的1234步 第一步 UR对立 我们现在不再把URL地址 放到里面里面去 而放一个对面里面 对面里面 URL地址呢 到达第二步这个地方 第二步呢 就专门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就相当于是我们之前的 ParseURL那个函数 对不对 ParseURL那个函数 发送请求获取到响应之后呢 把响应交给第三步去处理 第三步呢 相当于是我们 getcontainless的这个方法 他专门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提取数据 第二个是再提取URL地址 他把URL地址 重新放到之前的对面里面去 把提取URL地址呢 放到这样一个 数据对面里面去 所以在数据对面里面呢 他专门做的事情 就是数据保存这个事情 明白吗 就是这样 一二三四步 这四步呢 应该是和之前的四步呢 是一样的 之后我把这个图呢 画了稍微有些不一样 对不对 压了一下 或者说是 调换一下顺序 或者调换一下 它所在的位置 这个图大家现在能看明白吗 唯一和之前的区别 就在于我们把这个两个地方呢 换成对面 之前第四步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进行数据的保存 那现在我们把它放在对面里面去 在对面里面取数据出来 专门就要进行保存或者处理 那么第一步这个地方呢 我们放到一个UR对面 对不对 这个图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吧 那其实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sqlaping纠正图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sqlaping纠正图 就是这个样子 也是一样的 有四块 下面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第四块 那么第一块是什么呢 叫做scheduner调度器 scheduner调度器 是干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对面 这个对面呢 用来帮助我们存放UR地址 做这个事情 明白吗 那UR地址 从它出来到下载器这个地方 达到的下载器 名字非常形象 就是发送请求 或许响应 相当于我们的 passUR那个函数 对吧 那么它把UR地址拿过来之后呢 发送了请求 得到一个response 这个response呢 会到哪呢 会到爬虫里面去 爬虫做两件事情 提起数据 提起UR地址 UR地址 交到调度器里面去保存 这个是对念 UR对念 对不对 那提起到的数据呢 交给item pipeline 在它中间呢 进行这样一个数据的处理和保存 那么为什么叫pipeline呢 pipeline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管道 管道这个词呢 我们听到好多遍了 它是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把前一次的结果 作为下一次的输入 对不对 前一次我们在spy中 拿到了数据 我们现在放到item pipeline里面进行处理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item pipeline 叫做数据管道 明白吗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和之前这个图是不是一样的呀 一模一样 对吧 UR对念 拿UR这里出来 发送请求或是响应 交给spider去提数据 提UR地址 然后交到item pipeline里进行数据的保存 只不过名字不一样了 对不对 其实操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图和这个图是一样的 这个图和这个图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图和这个图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流程图 就是square的流程图 现在大家有压力吗 在这个图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压力 对不对 感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对吧 那么刚刚呢 为了让大家理解的非常简单 所以在中间的有些地方没有讲 有个地方给大家说错了 什么地方说错了呢 首先 Schedule交游器里面 存放的并不是UR地址 而存放的是什么呢 request对象 大家看一下这个男色的框 所以这个男色的框里面 这个request对象 那问题又来了 request对象是什么呢 request对象 相当于我们定义的一个类 class的一个request 在这个request里面 可能有些属性 比如说URL地址 表示我们要请求这个URL地址 还有headers 表示我们请求 发送请求的时候 将要带上的header 或者说还是什么 post的数据 或者什么带领 等等这些信息呢 都是在这个request里面的 明白吗 所以调录器里面 现在不再单纯的存放URL地址 而存放的是一个request对象 这是我们即将爬取的request对象 那这个request对象呢 会到下载器这个地方 下载器呢 拿着request对象呢 发动请求 获取到response response 看这个绿色的箭头 response 到达爬出这个地方 提取数据 提取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 不再直接传过去 而要干什么呢 先组装成这个request对象 看这个绿色箭头 蓝色的框 组装成request对象之后呢 交到我们的调度器里面去 调度器里面 到时候呢 肯定又把request对象拿出来 就可以下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提取到的数据 经过 提取到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items嘛 我们平时定一个items 对不对 这个items呢 会直接到item pipeline 这个地方进行数据的 处理和保存 所以这是刚刚给大家 出错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request的对象呢 不再是 不再之前URL地址 而是一个request对象 那么还有另外三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见呢 这里面还有三个东西 我们没有讲 对不对 一个叫什么呢 scrap engine scrap引擎 对不对 它的位置呢 非常正中间 肯定是非常多样的 对不对 非常核心的位置 那除了它之外呢 还有一个downloader middleware 下载中间键 对不对 那除了下载中间键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叫做spyder middleware 叫做爬虫中间键 对吧 有这样两个中间键 那么 首先说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是干什么呢 刚刚呢 给大家讲的问题在哪呢 在于 比如说我们的request对象 最开始在调度器里面 request对象 这个在调度器里面 它并不是直接到下载器的 而是我们调度器 把request对象呢 交给了引擎 引擎负责把request对象呢 交给下载器 下载器把响应交给引擎 引擎负责把下载器呢 不是 下载器把response呢 交给引擎 引擎负责把response交给爬虫 这个spyder是红色的对吧 那爬虫爬到URL地址 组终于request对象之后呢 也是交给引擎 引擎负责交给调度器 它爬的处具也是一样交给引擎 引擎负责交给item pipeline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这四个模块中间呢 现在没有联系了 是不是 因为唯一和他们有联系的是什么呀 是中间的引擎呀 他把数据交给引擎 引擎把数据交给他 他把数据也是一样的 交给引擎 引擎交给他 他把response呢 引擎把response交给爬虫 爬虫呢 把URL地址 勾到成的request对象 把提到数据呢 交给引擎 那么也是一样的 引擎呢 把item交给我们的pipeline 这四个模块中间 不再相互联系 和我们之前效果一样的 捷偶对不对 就算中间某一个模块 发生了bug 发生了异常 也不会影响到 其他模块正常执行 对不对 他承受的容缩力 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在真中间 引擎呢 他负责的调度 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他负责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在 史诺克尔这个交警一样 他指挥这些数据 从哪到哪 都是引擎说了算 引擎决定把这个 URL地址 组终上是request对象 交给效路器 他就交给调度器 引擎决定交给谁 就交给谁 这是引擎决定的 那么除了引擎之外呢 还有这样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 download middleware 下载中间键 对不对 看它的位置 它在引擎和 下载器中间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 引擎会把request对象 交给下载器 对不对 所以说由于 下载中间键 在引擎和下载器中间 我们的request对象呢 会经过下载中间键 再到引擎这个地方 明白吗 那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如果说 我们自己写一个 下载中间键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对这个request对象呢 做一些偶尔处理的 比如说做一些过滤 或者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调整 都是可以的 那么response呢 也是一样 response 从downloader 经过下载中间键 到引擎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download middleware 就是我们的下载中间键呢 也是可以把 从下载器过来的 响应的 做一些处理的 明白吗 然后呢 爬中间键也是一样 看它的位置 它在引擎和spider中间 由于我们引擎呢 把response 交给spider的收尾 会经过spider middleware 所以spider middleware 也就是我们的 爬中间键呢 会对这个response呢 做一些偶尔处理 是可以的 由于我们提到的URG 它会构造成request对象 会经过爬中间键 交给引擎 所以也是一样的 经过它的request对象呢 也可以在爬中间键里面 做一些过滤的操作 或者修改 或者调整 都是可以的 所以两个中间键 由于它们锁的位置不一样 它决定 它们对应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决定它们对应的功能呢 是可以有的 是有什么样的功能的 对不对 由于request和response 会经过它 所以它会对这个request 以这个response呢 做一些处理 由于这个response 会经过它 这个request对象呢 会经过它 所以spider middleware 能够对这个request对象呢 和这个response 想应的 做一些偶尔处的处理 明白吗 是由它们的位置决定的 由于它们处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明白吗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呢 我们爬虫 是不是还会提到数据啊 提到数据 不是也会经过 spider middleware 交给引擎吗 对不对 有特别会这样想 那我们spider middleware 还会对提到数据 进行处理吗 为什么不会啊 因为我们有 专门的地方 来处理这个数据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专门的 item pipeline 来处理数据 所以我们的spider middleware 是不会来对 这个地方爬虫 提到数据 进行处理的 明白吗 明白吗 不明白 见过别人拿平板打电话吗 见过别人拿平板打电话吗 见过别人拿ipad打电话吗 见过对不对 不是不可以 对吧 首先我们得知道 它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们经常 不会这样做对吧 是吧 因为这样做的是 非常别扭的 明明我们可以用手机打电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拿平板打电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明明有一个地方 叫item pipeline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 进行这个数据的处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 在spider middleware里面 来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可能有个同学想 你为什么这里还需要 一个item pipeline呢 我在spider里面 我们就是不就可以 把数据提到之后 进行保存吗 对不对 别人专门在这个模块 这个地方定义了 这样一个东西 让我们去进行数据的处理 进行数据的保存 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 在spider里面来做这个事情 如果说我们在spider里面 做的话呢 就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看这四个模块 他做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短的 那比如说挡动点下载器 在专门发动请求 获取响应 对不对 获取完响应 他把响应交给引擎 他就接着去做下一个 请求 下一个响应 再交给引擎 对不对 所以爬虫也是一样 他不停地爬数据 不停地提起数据 提起U2记者 交给引擎 完事之后呢 他再去处理下一个响应 接着去提取数据 提取U2记者 再交给引擎 对不对 如果说你非要在中间加一步 让他进行数据的保存 那是不是在每一步里面 他这个地方耗时 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耗时变得更多 整个这个地方的模块 效率是不是变得更低了呀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线程 来做它 一个线程来做它 那肯定是 比如我们用两个线程 或者说比如我们用一个线程 来做它 专门来做spider这个模块的话 要快很多 明白吗 因为他把这每一步都分开了 他每个过程呢 不再有支线那么长 而变得更简短了 这更简短之后呢 相当于他的 每次任务花费的时间 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在相同时间里面 处理更多的任务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就好比大家去商量所 明明有个地方 让大家去 干什么对不对 你非要弄到外面去对吧 是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不太好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关于这个流程图呢 中间的每个模块 我们也放在了 这个第10页 这个PPT上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是关于这个引擎 引擎呢 它处于整个流程的正中间 对不对 这个核心位置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个总指挥 它负责数据和信号 在不同的模块中间传递 由它负责 它就是个交警 负责数据的传递 对吧 否则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scrapping engine的话呢 可能这个地方的数据流动呢 就像黄屏怒 那个地方一样 对吧 特别堵对吧 这个模块呢 我们是不需要做 偶尔的处理的 因为scrapping呢 已经帮助我们实现好了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最上面的调度器 对吧 调度器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对面 它存放的就是 required对象 它存放的就是 引擎发过来 required对象 这是这个调度器 存放引擎 发过去的required对象 同时呢 它也会把 required对象交给引擎 对吧 这个内容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做 scrapping已经实现好了 下载器 下载器 把引擎发过来的required对象 基因请求 把响应呢 反过给引擎 是不是这样子呀 把响应反过引擎 所以它这块呢 相对于就是我们之前的 pass URL做的事情 这块内容呢 我们非常清楚 它就是发动请求嘛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所以scrapping呢 已经帮助我们实现好了 不需要自己去写 爬虫 爬虫在最下面 它干什么呢 它帮助我们提起数据 提URG纸 它接收从引擎来的响应 然后返回数据呢 给引擎 返回URG纸对它响应 给引擎 对不对 这个内容呢 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写的 为什么这块内容 需要我们自己去写呢 为什么这块内容 需要我们自己去实现呀 因为每个网站 我们要爬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每个网站 我们写的XBUS 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框架不可能 我们用了它之后 才自动帮我们提数据 对吧 那可能太 美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这个地方 需要写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item pipeline item pipeline最左边 它接收引擎 传过的items 对不对 它进行数据的处理和保存 这个地方呢 也需要我们收写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数据 我们数据处理方式不一样 我们要保存的位置不一样 我想保存在MySQL 你想保存在MangoDB 另外一个同学 想保存在Reduce 都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可能进行数据的存储的方式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收写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两个中间键 第一个 download middleware 它处的位置是 引擎和下棋中间 所以它可以来过滤 request对象呢 和response响应 然后这块内容呢 如果我们只写一个 简单的爬动的话呢 我们是不需要来写的 那么还有spide middleware 是爬动中间键 它再来位置呢 是我们的引擎和这个爬动中间 所以它可以 把经过它response对象呢 和经过它的这个 request对象呢 也是经过处理和过滤的 这块内容呢 我们正常情况下 一般也不用手写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流程图里面 我们需要写的 只有两个内容 或者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需要写的 只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spide 第二个就是pipeline 这家地方 我们都不用做 所以说 我们用框架 不仅仅是为了 帮助我们加快 我们下载速度 加快我们的爬取速度 还能干什么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 省不少代码量 因为很多代码呢 我们框架都已经 帮我们实现好了 比如说 方向请求这个事情 对吧 很多内容呢 它都帮我们实现好了 我们不需要去管太多东西 我们只需要 关注重点就好了 那么在scrap里面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我们 应该怎么样去写xpass 帮我们出去拿到 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处理数据 怎么样进行数据的保存 这才是重点 那么其他地方呢 我们都不用太关注 那么这是关于 scrap这样的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呢 大家现在还有问题吗 没有对不对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 只是有些印象 没关系 因为明天上午的时候呢 明天上课 明天上课的时候呢 好会再给大家一起来复习 那么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